目前,股值隶属于开云集团,Coring Group。开云集团作为全球高端精品集团,汇聚一系列知名的时装、皮具、珠宝及万表品牌。 扩展阅读,巴黎吞天百货集团更宁为开云Coring,并启用新标志。 截至标志情报局发稿前,Gucci的官方网站Fiveken图标已经更新,以及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品牌均使用字标,并没有同步更换重叠版双G图标,也就是不去只有中国地区做了这个改动。 重叠版双G图标,自2016年出现以来,Gucci仅在各种单品上应用。 此次将品牌经典的双G标志,从原先的倒扣设计,转变为重叠版,或许象征着Gucci将要正式进入全新时代,进一步为Gucci倡导的知识分子风格和复古主义服务。 2016年,Alessandro Michel出任Gucci创意总监后,便开始将怀旧复古注入设计中,以全新设计为品牌带来新气象。 1933年,Gucci的儿子Aldo Gucci继承家族生意时,该公司才算正式地进入运营。 但直到此时,还没有任何可以代表Gucci的标识。 Aldo在开始着手为品牌设计logo时,他将自己的父亲Gucci的首字母组合成了双进设计。 为了让logo因为同名而产生混淆,Gucci的logo最常见的组合方式,是将Gucci,放置在双G图标的上方。 多年来,Gucci的标志始终向创始人GucciGucci致敬,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,双G图标也衍生出很多不同的版本。 根据目前可以收集的资料,标志情报局整理了Gucci经常用到的五种部分方式组合的双G图标。 第一个为目前Gucci品牌的主标志,一般出现于字标和图标组合中。 第二个上下倒扣形G字标,设计于1990。 第三个自2016年在Alessandro Michel的改革中诞生,设计上则将双G进行重叠,同时在字体上有着显著的粗线变化。 第四个五经常用于花纹形式,然后出现在不同的产品上。 Gucci品牌标志在应用方面比较特别,首先图形部分,随着品牌产品的更迭,其图像标志会有略微调整,或者加入不同的设计元素。 有时候双G图标,还会出现在品牌名称的上方。 在少数情况下,图标甚至存在于品牌名称的左侧或右侧。 这通常发生在Gucci想要改变标志,以使其适合店面或衣服上面时。 然而,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,Gucci更多的将直接的标志,变成金色和银色。 这两种颜色,不仅是一种时尚的颜色,同时也是财富,奢侈的象征。 此外,绿红绿花纹是早期Gucci行李箱上的识别花纹,亦是Gucci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经典设计。 现在在反折的牛仔裤馆内里,缝边、腰带、皮件、背带、皮鞋上,都可以见到绿红绿花纹。 最后再说说字体,在Gucci大多数的标志版本中,旗字标的字体有点类似于名为Grandon的衬线字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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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